好了各位 咱们下午的课程就要开始了 今天早上呢 我们给大家聊了一些话题 是吧 聊到什么地方呢 聊到这个OSX系统的使用 今天早上最后呢 我们为大家讲了咱们这个OSX系统的一个目录结构 对吧 并且要告诉大家 你必须要知道咱们这个OSX系统里面 它的磁盘是没有分区的 你可以这么认为 虽然可以分区 然后呢 它根目录 下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夹 你务必要知道 这些文件夹是干嘛的 是吧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呢 咱们这个OSX系统的使用 接下来说什么呢 说一下这个Finder Finder的一些使用 OK Finder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编栏下面 就是这个软件叫Finder 叫Finder 那么这个Finder 我们最熟悉的是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Finder就相当于 我们Windows操作系统当中的 我的电脑 OK 那么再思考一下 Windows当中 我的电脑有什么用啊 每次 每次我们Windows系统打开 是不是要双击我的电脑打开啊 我的电脑 你什么时候要打开 我要双击我的电脑打开 对啊 所以 Windows系统当中 我的电脑的功能 就是通过我的电脑 可以去操作 存储在我们 实盘上的文件 以及文件夹的 我想要去看照片 是吧 新建文件 那么我都可以 是吧 我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 在我的电脑中查看 那么 OSX系统当中 这个Finder 同样的作用 同样的作用啊 操作 存储在磁盘上的文件的 这是Finder的作用 通过这个Finder这个软件呢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管理 我们磁盘的软件 比如我要存储 我要存储 我要存储一个文件 我要删掉一个文件 我要修改一个文件 我要移动一个文件 那么都是通过Finder来完成的 OK 那么这个Finder这个软件呢 这个东西呢 还是大概说下 是吧 分 这个东西分三个部分啊 第一个部分 这块 这块啊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做工具栏 工具栏 这是我们Finder的工具栏 这是第一个 还有什么呢 还有咱们这个 这一块 这块 这块啊 这块啊 这块叫什么呢 叫做边栏 所以就知道 我们后面说边栏 边栏 你就知道啊 这一块我们叫做边栏 波烟 波烟 喽栏 栏 边栏 然后呢 中间这一块呢 就不用解释了 是什么吧 我们的内容显示区域 我们的内容显示区域 内容啊 显示区域 Finder的这个 划分啊 就这三块 啊 就这三块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正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的Finder在平时在用的时候啊 有可能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说Finder是用来干嘛呢 是用来查找文件的 对不对 OK 那用来管理文件的 这现在第一个问题呢 比如现在啊 我桌面里面有一个IS基础班 然后呢 这有一个比如 这个笔记 里面呢 有个笔记.c 我想知道这个笔记.c 这个文件的目录层次 我想知道 它上一集目录叫什么名字 好 那试课 你这能不能看出来 这能不能看出来 不能看出来 是不是 我们就想到了什么 Windows当中 你还记得吗 我们每进一集文件夹 Windows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有一个显示啊 对不对 老师呢 这个OSX系统 OSX系统这个Finder 它能不能把我当前打开的文件 的路径显示出来呢 非常简单 轻松 evy 菜单栏显示 显示路径栏 好 看下边 看下边 它就显示出来了 所以呢 如果说 你想要去看它的目录层次结构 那么你就可以 把这个路径栏 显出来就可以了 OK 这是呢 要给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也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边栏 个人收藏 什么地方呢 你看啊 在边栏这块 这有个个人收藏 有个个人收藏 在个人收藏这里面呢 有AirDrop 有应用程序 有桌面 有文稿 有下载 有IDCust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啊 我点一个IDCust 我点它 这个时候Finder就可以干嘛呢 就可以快速地去打开 加募录 我点击下载 它就能打开 我加募录里面的下载 下载文件夹 文稿 桌面 还有这个 我点那个应用程序 它是不是就可以快速打开这个应用程序文件夹呀 所以 个人收藏 这一栏 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 有一些文件夹 你可能是经常会使用到的 OK 如果说你要去打开一个文件夹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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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面上 桌面上 IOS基础班 这里面有个CUN课程 这里面有一个软件吧 假如这个文件夹是我经常会用到的 我一天会访问到好几十遍 好了 按照常规操作 你要怎么搞呢 最起码要怎么搞呢 先点它 再点它 再点它 才能找到 对不对 才能找到 这样每次找太麻烦了 那么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很简单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软件 这个文件夹 把它放到哪去呢 放到这个个人收藏栏里面去 你看啊 怎么放呢 很简单 拖 按住它 往这边拖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好处在你看 当我 你看这个时候 有个软件 有个软件了 我一点这个软件 就立马快速地打开了 这个文件夹 这就是我们边栏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如果说 你有一些文件夹 OK 你也是比较 也是比较经常会用到的 是不是啊 那么你也想快速开它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 放在我们的边栏当中的 个人收藏这个地方 好了 这是一个问题啊 还有什么问题呢 老师 我不想 我又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不是很常用 放这太多了 看起来累 对吗 可以删掉它呢 可以 删掉的方式也很简单 按住它 往外 拽 看到没有 出现一个 插插按钮 丢掉 好了 它就删掉了 哎 好奇怪啊 重新来一遍 好好好 重新来一个啊 然后点它 走过来去 丢掉 好 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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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边栏当中 移除 哎 好了 这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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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了 是吧 好 我们这儿 OK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个人收藏栏 个人收藏栏 第一 如何去新增一个 一个文件夹 还有一个是 如何去删除 删除两种方式 刚刚说过了 往外面转 丢掉也可以 或者说点右键 从边栏当中 移除 也是可以的 OK 你们可以吗 可以是吧 那就说明 这个电脑可能有问题啊 系统可能有什么bug OK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 个人收藏 这一栏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说些什么呢 说下这个 Finder的偏好设置 一些比较常用的偏好设置 怎么去打开 这个Finder的设置 好 菜单栏 Finder 这有个什么呢 这有个偏好设置 有个偏好设置 打开它 这个时候弹出来的是什么呢 弹出来的就是 咱们这个Finder的一些设置 你可以设置一下 有些东西呢 需要说一下 第一个 在桌面上显示这些项目 好 硬盘 你看 我把硬盘勾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系统的硬盘 就直接显示在桌面上了 OK 就是第一个 你看 直接双击这个硬盘 你看 就能直接打开 这个硬盘的根目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叫做外置磁盘 这个勾上和不勾上 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 其实是有区别的 如果这个东西你不勾上 那么我们插入U盘的时候 或者移动硬盘的时候 那个图标是不会显示在桌面的 所以 你把 你把那个U盘 或者移动硬盘插上 你发现这个桌面上没有 那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没有勾 如果没有勾 就不会显示 记住啊 但是它会在哪儿显示呢 会在这个边栏的设备 这个地方显示 你可以去看一下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 外置磁盘 外置磁盘 它的作用就在于 是否把那个 外置的磁盘 显示在桌面上 OK 其他的我就不解释了 还有一个这个 开启新Finder的时候 突然我打开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看 默认情况下 你开Finder的时候 它应该显示是这个样子 是吧 默认情况下 它把你这个 它把你这边 所有的文件都显示出来了 OK 默认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认为 好杂乱无章啊 对不对 并且我觉得 有一个文件夹 是我最常用的 我希望 我一打开这个Finder的时候 它就自动地 把那个文件夹给我打开 那么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怎么设置呢 Finder的偏好设置 这有个开启新Finder窗口的时候 打开哪个 打开哪个窗口呢 好 IDcast 打开加目录 打开加目录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选其他 指定别的目录 这样子的话 Finder一开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打开 IDcast 这个加目录 你看 就是这样子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这个 OK 这是我们的偏好设置当中 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OK 好 偏好设置当中 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这个高级 高级这个地方 这儿 这个东西我要说一下 显示所有文件的扩展名 OK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Windows系统当中 其实也有扩展名这个东西 我们每一个文件 是不是都有自己的扩展名 对不对 那么你看 我应用程序里面 有这些程序 默认情况下 是没有显示扩展名的 好 把它勾上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反应太慢了 好 再来 这个电脑今天是怎么回事呢 好 我们 好了 我们把它 好了 我们把这个显示 所有文件的扩展名 勾上 那么 在我们 在我们这个OSX系统里面 所有的文件 它的后缀名 就会自动显示出来的 OK 就这种显示出来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然后呢 这些程序的后缀名 应该是叫什么的 应该叫.app 应该叫.app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系统的问题 OK 它刷新的没有那么快 你可以自己在你的电脑上试一下 看看行不行 看看老师有没有吹牛逼 骗你 是不是 OK 就什么意思 所以这就是显示 所有文件的扩展名 我建议你 把这个勾 勾上 把这个勾 来了 这太慢了 美的 是吧 就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这个 所以这个我建议你把它勾上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文件 如果说你不知道后缀名的话 你对这个文件的类型 判断可能会一些失误 这是我们这个 这还有什么呢 还有个编栏 OK 这还有个编栏 编栏 这一栏你看 我们说过 我们说过finder的 finder的这一块 我们说叫编栏 对不对 叫编栏 那么通过这个选项卡呢 通过这个选项卡呢 我就可以设置这个编栏里面 显示的内容 OK 你看啊 比如什么这个 L-Drop 你看啊 我不勾 你看 这马上消失掉了 应用程序 你全部都不勾 你看 个人数损栏就没有了 idcast我不勾 也就没有 这一件 好吧 它的问题 它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然后你看 要勾上就可以 但是这个地方 它指是什么呢 它只是列出了一些 常用的 它只是列出一些常用的 如果说你想添加 自定义的那种文件夹 你就像我刚刚那种 你直接拽就可以了 诶 刚刚那个不见了 看见没有 软件那个不见了 看见没有 反应太慢了 美 是吧 好 这是我们这个 然后还有下面这个 有个什么呢 这有个设备 那么有同学 今天早上问老师个问题 诶 老师 我那个finder里面 怎么没有这个硬盘 这个图标呢 是不是啊 我怎么有这么图标呢 好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这个地方 设备这个地方 你没有把这个硬盘 给勾上 如果说你没有 把硬盘勾上 那么在设备这个地方 是不会显示 你的磁盘的 好 你只有把那个硬盘 勾上 它才会把这个 它才会把这个磁盘呢 显示在这个地方 OK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 关于finder的一些设置 都是一些 非常简单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设置内容的 显示方式 什么意思 也是很简单 没什么好说的 你看啊 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这四个按钮 是用来设置 我们的内容显示的方式 你点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用多解释啊 你看我点它 像 是不是相当于 windows上的那个平铺啊 是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显示的 以大图标的方式来显示的 是不是啊 好 我选 我选 我选这个 就是以什么呢 详细列表的方式 OK 我选这个 它就是什么呢 我们叫什么 这叫分蓝 分蓝 你看 以分蓝的方式来显示 分蓝的方式显示的好处 什么地方 好处呢 你看啊 桌面 iOS基础班 C语言课程 对零一 笔记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干嘛呢 文件与文件夹 之间的关系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你看 笔记的上一集目录是 笔记文件夹 上一集是 对零一开发前置之后 上一集C语言课程 上一集iOS基础班 OK 所以以分蓝的方式的话 它就可以 很轻松的 去观察到 我们这个文件的 目录层次 目录层次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叫cover flow cover flow cover flow 什么意思呢 我一点都已经明白了 把它双决这样 就这种方式 它以预览的方式来 你看 预览方式 这个 我给你来一个东西 应该 这儿吧 来一个 picture 好了 你看啊 我这个文件夹里面 是不是全是图片啊 我如果说 用这个cover flow的方式 来弄的话 你看 我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看图片 非常的狂拽 酷炫 就是我们这个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四种 显示内容的方式 其他的这几个东西 这几个按钮 你自己研究 不可能每个都这样子了 是吧 不可能每个都这样子了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好了 下面有个非常 流逼的功能 流差的功能 是吧 就这个标记 这个标记 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例子给你 比如 比如啊 我在 我在怎么呢 我在做这个 比如我在操作这个finder的时候 那么 肯定有一些文件 文件或者文件夹 对你来 对你而言 是怎么样 是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想很快速地找到它 明白我的意思吗 比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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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画图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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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笔记 这个文件夹 假如很重要 很重要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给这个文件夹 打一个标记 怎么打标记呢 点右键 标记 看到没有 标记 你可以给它打个颜色的标记 比如给它红色标记 你看这儿 是不是红色标记啊 好 还有一个文件夹很重要 来一个文件夹呢 比如啊 咱们这个软件里面的编译器 这个很重要 是不是啊 我认为它也是哪个级别的 也是红色这个级别的 红色 好 再比如 这个作业也很重要 我也给它一个红色的标记 好了 给它标记有什么用呢 是吧 给它标记之后有什么用呢 好 看清楚 在编栏最下面 这儿有个标记啊 是不是有个标记啊 我选红色 所有红色标记 都会立马显示出来 所有红色标记 会立马显示出来 当然 橙色黄色 是吧 这些东西 你就干嘛呢 所有标记也可以 你看 所有标记 是吧 你都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如果以后 你有一些很重要的文件 比如 比如有些文件 是属于同一类的 那么你就可以 给同一类的文件 给它设置同一个标记 然后在这个地方 快速地找到 你设置过标记的文件 或者文件夹 非常方便 那有些老师 这个怎么删掉标记呢 好 我试一下 点右键 红标记对不对 我再点一下 不就移掉了吗 是吧 再点一下 不就移除掉了吗 再点一下 不就移除掉了吗 是吧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 标记的清增 和删除 最后 关于Funder的使用 我们说一下什么呢 说一下这个文件 以及目录的操作 OK 第一个 第一个 我打开Funder 我打开Funder 比如这是我们的加目录 加目录 老师 我想在新建一个文件夹 怎么新建呢 不解释了 非常简单 直接在那个地方 直接在要新建的地方 点右键 是不是新建文件夹 就可以了吧 对吧 好 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比如 霸气文件夹 就是霸气吧 霸气侧漏 就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记得各位 有一点你要注意 在我们Funder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去 用鼠标 新建文件的 在Windows操作系统里面 你还记得吗 点右键 新建 是不是可以新建 不仅可以新建文件夹 是不是还可以新建 什么TXT文件 其他文件 对不对 但是我们OSX系统里面 只能 在Funder里面 通过鼠标 只能新建文件夹 不能新建文件 这个呢 就需要你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那么这是第一个 新建文件夹 然后呢 老师我看它不爽 删掉 怎么删呢 删的方式很多种 点右键 那把它干嘛呢 把它移到废子楼 这个废子楼 相当于我们这个 Windows系统当中的 回收站 回收站 一个意思 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 好 点它移到废子楼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放到废子楼 然后呢 再把废子楼清空 清到就OK了 就OK了 这是删除 当然删除的方式 其实还有很多种 还有很多种 比如你可以怎么做呢 直接把它拽到 废子楼里面去 也是可以的 直接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 还有什么呢 还有咱们这个 移动文件 或者文件夹 移动 我们刚刚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的是 这个文件夹的新件 来一个新文件夹 来一个新文件夹 老师 那我想把这个文件夹 把它放到哪去呢 把这个新文件夹 把它放到我们的桌面上去 就移到桌面上去 怎么移动 在Windows里面 我们怎么移动的 点右键 剪切 是不是啊 然后这边是不是 粘贴就可以了吧 但你看有没有剪切 没有 怎么办 很简单 直接往这拽 就OK了 看到没有 直接拽过去就可以了 这就是剪切 这就是移动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文件 或者文件夹的移动 还有什么呢 还有拷贝 这个要注意了哟 好 把它移回来 比如 这个文件夹 我想拷贝一个 我想拷贝一个 或者是我们桌面有个 桌面里面 这儿 基础班 课程 然后这儿有个笔记 这儿有个笔记 这个文件 我想拷贝一份文件 怎么拷贝 怎么拷贝呢 按照我们的这个 按照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Windows中的习惯 点右键 这儿有个复制 复制 不一样是不是 不太一样 记住 在OSX系统里面 如果你直接点复制 它会做什么事情呢 它会把这个文件 立马复制在当前 这个文件夹里 但是我想复制到别的地方哦 复制到桌面 是不是 怎么办呢 很简单 看歌的啊 不要点复制 好吗 点这个拷贝 点这个拷贝 好 点一下 拷贝到哪个地方去呢 桌面 好 然后在桌面 再干嘛 再粘贴项目 好 就过来了 就过来了 所以大家要追踪点 当然我们有快捷键 也有快捷键 快捷键 Command C Command C 然后呢 拿过来 Command V 就可以了 这些东西呢 我那个 我就不写笔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文档里面 已经非常详细了 我就直接讲就可以了 这儿有一个资料 我下午会给大家的 这儿有一个 D01开发前奏 看到没有 在这个PDF里面 这些都有笔记的 已经写好了 已经写好了 我就 我就不 我就不再去给你 你看这这这 已经有了 我就不再给你寄笔记了 并且这个也很简单 很简单 好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这个文件 或者文件夹的复制 复制 是这么复制的 所以呢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说明明 好了 那有个问题 有个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这儿有一个 新文件夹 哎呀 名字取得不好 换一个 按照我们的经验 怎么办 是不是右键 重命名啊 找 重命名找 哪里有 重新命名 是吧 哎 这儿 哎 还真有 是不是 来一个 真有 哎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点右键 重新命名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这 如果说你要给文件 或者文件夹 重新命名的话 其实也有快捷键的 选中这个文件 或者文件夹 直接按下 回车 啊 直接按回车 就可以了啊 然后你看 他就 他就把这个文件 名字选中了 然后输名就可以了啊 哈哈哈哈 搞定 所以第一种方式 点右键 重新命名 第二种方式 选中这个文件夹 或者文件 直接按回车 按下回车之后 那么你就可以写名字了 新文件夹 这个需要呢 这个需要呢 你注意一下啊 这是我们这个 好 然后 创建文件夹 刚刚已经 是吧 刚刚已经说过了吧 是吧 删除已经说过了吧 好了 那么这个finder的使用 我们就 讲到这个地方啊 好